也經歷了一些比賽的這種鍛鍊 那在您看來這一次的這個夏季聯賽 邀請了咱們保島台灣隊伍一起來比賽來競技 是不是也有一個很積極的意義 當然我覺得因為畢竟CBA跟SBO 是兩個完全沒有交流的一個聯賽 對 那今年我們第一次獲邀過來 我覺得畢竟我前兩年也是在這邊指教 然後再回去台灣帶著球隊之後 有機會再跟CBA球隊去做學習跟討教 我覺得蠻特別跟蠻難得的一個經驗 那其實呢從比賽的過程中 跑去結果不看 我們看在比賽的過程中 兩個不同地區的球隊 也都展現出來了兩種不同風格的籃球的特點 在您看來您作為專業的資深的這個教練 大陸的籃球和咱們保島台灣的籃球 風格上最大的差異是在哪裡 我必須說CBA近幾年的發展 然後讓球員進步越來越多 然後以前台灣的球員的特色就是 大家講小快靈嘛 就是比較矮小 可是我們速度很快 然後外線可以很準 可是這一次我帶隊球隊過來的時候 我們發現大陸不管是成熟 就是有經驗的球員 或者是青年隊剛上來的球員 哇 他們的速度也變得非常快 原有的身材優勢已經擺在那邊 然後速度再加上外線的穩定度 我覺得這一點讓我們台灣的球員印象非常深刻 的確讓球員受到很大的一個刺激 那其實一直以來兩岸的籃球以不同的風格在發展 他們之間都有值得互相學習的地方 那您認為雙方各自值得彼此去學習的地方是在哪裡 以前我覺得CBA這邊可能對台灣來講 台灣的後衛佔了蠻大的一個優勢 就是腦筋動得快 然後他們傳球好 然後 對 就知道該怎麼去組織球隊 或者是幫助球隊能夠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情 那是以前 那現在我感覺像我們最近我接觸到 或者說我之前在帶CBA的時候 我發現真的CBA的所有後衛就是已經開始越來越好 所以台灣的後衛要過來已經佔不到任何的優勢 就反倒比如像劉真啊 或者是智傑這種 封線的隊員 對 然後你封線作為隊員 因為台灣的球員防守的觀念很好 所以他們比如說以劉真來講 劉真那超級的特別好 就是我們的腳步其實稍微也是有點 就是腳步稍微上比較靈活 所以我覺得近年來我們看到一些台灣球員能夠過來的人 包含去年的遺翔或者是迎俊 就是從1號慢慢轉到像2號球員這個部分 中國的2號球員其實都是非常準 可是有一個特色是不大喜歡防守 然後就是 進攻美主 對 天上進攻一些 對 可是在台灣來講 因為2號球員都是很會跑 很會很準 就是會切入 所以我們在訓練上面就是特別強調 2、3號球員你的防守能力要比較好 所以像宜翔跟那個劉真過來的時候 哇我就覺得他們是比較有優勢的 對 那其實在幾個月前我相信你可能也聽說過 有那麼一場比賽 當時呢來自咱們跑到台灣 能人家商和北京和中國最出色的高中生的球隊 北京四中進行了一場比賽 那場比賽四中的孩子們 無論在身材在身高上都強過對手 但是呢從比賽過程上來看 能人家商的球員們以出色的籃球意識 敏銳的判斷完全掌控了節奏 在場面上完全壓制了對手 那在您看來 尤其對於青少年球員的打磨和訓練上 您覺得台灣的籃球有沒有什麼值得大陸 中國去借鑒的地方 我想大陸這邊應該知道台灣的高中籃球 就是HBL雖然是發展得非常盛行 可是我必須講說這是 對這邊來講可能有一些誤解 我會覺得說大家一直去比較 能人家商跟北京四中 或者是清華附中 這件事情是必須要立足在 清華附中跟北京附中 他們是不是體育班 他們是不是每天練了四小時 他們並不是 可是能人家商是 松山高中是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把省青年隊 或者是職業的俱樂部青年隊 同樣15歲到18歲的孩子拉出來打 我不覺得差距會是這個樣子 就是台灣我們的確 在能人跟所有HBL的球隊都一樣 就是有念書 然後可是花在訓練的時間上面非常的多 如果說北京四中跟清華附中 他們的訓練時間也達到了四小時 甚至是五小時 對已經跟能人家商是一樣的這個水平的話 那我會覺得說 那可能有些上面可能要去研究跟思考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距 可是如果 就我來看 台灣的高中生已經有點職業化 可是到了SBL 確實不是那麼職業化 我們有點在顛倒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發展並不是很健全 當然在大陸地區 就因為畢竟我來過這邊 所以我覺得CBA的發展是非常好的 可是相對的在青年隊我也經歷過 就可能青年隊他們很多球員 直接在青年隊裡面並沒有受到教育 直接進去就是打球 那他們沒有受到真的文化的教育 就這一點我也覺得 我也蠻訝異的 就是他們可能沒有辦法一輩子打球 也會有遺憾 對 對 更長的人生道路該怎麼去走 對 所以我覺得 應該講大陸這邊跟台灣地區 就是我們 各有值得學習的地方 能不能互相去做一些交流 甚至去交換 我覺得這樣的話 會對兩邊都更好吧 那其實 以您在CBA指教這些年的經歷 是不是也會去更多的渴望 有類似於這種互相交流的機會出現 因為不僅是競技 更多的是去看到對方身上的長處 因為我跟一些咱們CBA球隊的教練 球員也聊過 雖然可能他們贏得了比賽 但是打完了之後 他們依然會覺得 我們戰勝的是一個值得尊敬的對手 我們從他們的事上 也看到了很多優點 我當然覺得希望能夠多交流 所謂交流 不只是在比賽上面交流 人員的交流 我都覺得台灣非常需要 因為台灣你可以看到 我們像這次來的 我們球隊裡面只有一個200公分 就剛剛好200 對 其他都是 其他都很矮 然後我們第二個 第二個身高是在195公分 只有兩位 接下去全部都195公分 甚至就是往下 那可是這邊的話 我們一看名單 12個選手 有8個超過200公分 對 那我們可不可以 在這個人員上面 可以有更多的交流 讓大個子球員 可以到台灣去做一些 人才的交換 不要講交換 而是去交流 而且我相信 他們在這邊是打不到球的 可是他到了台灣 基本上可能每場球 要打30分鐘以上 這時候 無形當中 他們的經驗也成長了 然後可以給這邊去做一些 然後他打出來 他畢竟還是要回來啊 回來的時候 是不是那這邊就會有更 他以後的發展會更好 對 那您覺得 其實在比賽的過程當中 咱們台灣球隊 雖然在身體上 可能有些劣勢 但是依然是展現出了 包括在判斷 你包括在籃球意識 包括在籃球智商上 就是整體的這個平均的水平 感覺都是非常的出色 這也是很多大陸球員 大陸球隊所羨慕的 所非常想要去渴望提高的 那在您看來 如果他們想要 像台灣球隊這一塊去瞄準 去看齊 他們應該做哪些方面的嘗試嗎 我是覺得 其實近年來 已經真的進步非常多了 尤其CBA各隊都去歐洲 去做一地訓練 那昨天我也碰到一些總經理 或者是教練 他們陸續都從立陶宛回來 要去準備出發去賽爾維亞 準備去西班牙 對 所以我覺得這些球隊 他們跟歐洲去學習籃球 絕對會對球員有非常大的幫助 因為歐洲籃球非常重視團體 非常重視團隊 那以前如果中國這邊 都是學習美國 美國人都是個人技巧 美國外援來的時候 對 都是在想說 哇我會交給外援 外援只要丟給 本土學員 國內學員 只要投得進就好 對那這個就是 已經不是一個團體的籃球 可是因為近年 我看到CBA很多的外教 都是從歐洲過來 然後也通通到一地訓練到了歐洲 所以我感覺 在對打當中 我覺得現在的CBA 球員的水準 已經跟以前有非常大的一個進步 嗯 那其實您職業生產當中 最重要的一場比賽 我說未來還是2013年的這個 這個 亞競賽 當時您代表 當時還叫中華台北南來 對 戰勝了中國南來 相信這是一場值得鳴近勝利 那是一批 那批黃金一代的巔峰 那現在呢 裡面的很多球員 慢慢的推移 或者說淡出了賽場 也造成了咱們這個 中國台北南來實力 可能目前有一些反覆和下降 您是否會擔心這一點也會讓您有些憂慮 我必須說 2013年那個是有很多的 呃 就是支持所造成的 所謂支持的 會有的結果 支持的上面包含 我們都知道 昆西 Davis的規劃 對 就是在亞洲FIPA的 就是推動之下 每個球隊可以有一個規劃的球員 那 2013年就是剛好 台北隊規劃了昆西 Davis 第二件事情就是 這批球員以前跟我共識非常久的時間 包含他們可能在U18的時候 我就交過他們 所以在2013的時候 剛好我帶到了成年隊的時候 他們又跟我有很好的一個合作的關係 所以那年 大家非常團結 對 那到了近幾年來 不可否認 智傑 曾文鼎 然後田磊 他們年紀稍微都已經超過30歲以上 的確到了要交班 那交接的時候 所以我們可以現在參考一下韓國隊 或者是日本隊 尤其是日本隊 近年來發展非常的快 對 他們一直在學習一些不同的東西 然後 日本國家隊的制度非常的完善 大隊 二隊 他們是同一個教練的體系 二隊交完了 身上大隊 他已經會了大隊的東西 就不用去做任何的 好像 重新的適應 對 那這個是我們要學習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 如果台北要重新再 能夠回到一些 能夠跟大家列強去做競爭的話 真的要有很好的規劃 現在我們的聯賽制度 並不是非常的健全 那今年可能會做一些改變 我期待這樣的改變 可以讓 台北隊的成績 能夠再打回來吧 那您在 從過往指教CBA球隊經濟來說 您對整個的CBA聯賽 大陸這塊的球員 因為他們在比賽當中 有時候會有一些不好的習慣 當然這並不是說他們本身怎麼樣 可能是由各方面的原因 諸可造成的 您對他們有沒有一些建議 或者說發自內心的一些意見 或者這種 什麼叫 好的建議 或者看法 的確就是我在指教的時候 或者我們這幾天在比賽當中 我還是看到一些 大陸的球員 就是常常在 不如自己意 或者接不到球的時候 會做出一些這種 這種動作 就是 就教練來看 比如說我看到的外教 他就會 就是 不是很認同這樣的動作 我當時在指教 我也會覺得這樣 並不是很好的一個動作 可是 我覺得這是從青年隊 開始往上 去做的一個 壞習慣的養成 就是 可能這邊的球員 就是大陸球員 很多球員非常重視自己的數據 有數據才有辦法拿到大的合約 可是 對 這次變成是個人 可是籃球是一個團隊的項目 如果沒有團隊的成績去支持你 你個人的數據再好 我們不是洋將 我們不是外援 因為 CBA是一個非常重視外援的球隊 對 的聯賽 那 這是從以前所揚成的 可是我覺得 近年來一直在做改變 就是這點非常好 就如果我們一直讓一個外援 就是好像去統治整個聯賽 那 對 CBA來講並不是好事 對 那我已經看到近幾年來 現在找的洋將是屬於功能性球員 對 對 比如說我講近年冠軍的遼寧 巴斯 他的確 他真的有好到說 個人一場球可以30分20籃板嗎 沒有 他並不是持球型的這種 對 沒錯 可是 遼寧就是拿到冠軍 不可否認 遼寧的 國內球員也都很好 對 可是重點是 以NBA的比喻來講 NBA不是每個球員都很強 他們還是有籃領階級的球員 可是就 沒錯 那以前我看到的CBA就是 似乎很多球隊都想要找那種 數據非常好的外援 對 可是你數據非常好的外援 一進來就會造成國內球員拿不到球 國內球員沒辦法 我打到球我就是要幹 對 那所以就是一直會做出一些 好像 就教練來看是不適當的動作 因為他們拿不到球 拿不到球的時候 他們也想打籃球 他們也必須要有拿得到球 才有辦法有數據的展現 所以這是一個惡訓的循環 可是近年啊 我的確看到一些藍領街 藍領尤其 很多外交的進來之後 認同了藍領球員 對國內球員的幫助 這件事情一發生的時候 好的化學在反應的時候 其實也反應 同時反應在俱樂部的成績上面 所以我覺得 這個需要時間啊 就是從 包含青年隊他們沒有去上過 沒有上學 所以沒有文化 沒有去上文化課 這個是對他們在年紀小的時候 有非常大的一個影響 對 那接下去 你到了上面 要重新再去學習的時候 已經太晚了 而且會很困難 沒錯 沒錯 那最後一個問題 您剛才講到了 其實青年隊的這個制度 和其實咱們寶寶台灣 籃球培養的制度 是不一樣的 因為咱們的很多球員 實際上是從學校當中的 對 那您覺得 這兩種制度 在相比教的情況下 能不能也會給彼此一些借鑑 當然啊 我會覺得必須要去做一些改變啊 就是 就我對歐洲籃球的了解 我認識歐洲的教練 歐洲的教練也是 他如果十五歲 非常好的球員 他也直接進俱樂部啊 可是他在十五歲之前 很特殊的話 其實他是在念書的 對啊 那可是 以CBA來講 我看到的就是 十二歲他很優秀 他已經記得俱樂部了 對 已經切斷文化教員 對 那他太小就已經進入到這種 好像職業的領域裡面 對啊 那他就等於真的 失去了學習的機會 就台灣來講 台灣並沒有 我們沒有像CBA這麼高等級的聯賽 我們球員也看不到以後 可是他們可以把握的是 HBO他表現的機會 所以他們就是先把握 高中聯賽的這個階段 而且他們一直希望說 能夠往更高層級去做挑戰 所以這是台灣球員現在唯一的目標 就是 他們已經看到了CBA這一塊 甚至他們知道說 他們 他們不會去想到以後 他們只是想說 我現在先把我的高中籃球 因為 我覺得奈高他去做了一個slogan 一生只有一次 對 所以他們就很珍惜 我在高中聯賽打球的機會 在台灣的HBO的球隊非常的多 那非常多的時候 真正能夠打到 小巨蛋去打到冠軍決賽的 只有四隻 然後只有一隻球隊可以拿到冠軍 可是他們的 就是應該講說 一直給球員這個目標 所以他們願意去打 雖然他們看不到 後來台灣在SBO上面能夠 職業能夠像CBA一樣 他們看不到 可是他們還是願意去做努力 這邊的球員看到的是CBA 可是他們目前沒有看到的是 在這個成長的過程當中 有什麼目標 對 那也就是說呢 其實 在您看來 其實大陸籃球這一塊 可以繼續的去加強 校園籃球這一塊的建設 不僅可以打牢基礎 也可以輸送更多的人才 的確我看現在好像 姚主席不是有在發展很多的小籃球 就是想要從學校體育開始去做扎根嘛 這點非常重要 因為台灣籃球 台灣的校園扎根其實做的算是不錯 可是越往上面發展的是越不好 那這邊上面的發展很好 可是越到下面的時候 扎根的動作其實我覺得並沒有做的 就是有 對 就是跟台灣是完全不同的一個狀況 好 謝謝許市長 好感 感謝您這個 接受我們採訪 也祝您未來的工作生活 一切